哈喽各位同学 您好我是学习爸的Winnie 今天由我来为各位介绍 如何用HTC Flyer平板来做线上的测验 那首先呢 我们这边的范例是用新北市 庆诗生平台的账号做登录 我这边在账号登录的地方 必须输入完整的email账号 包含小老鼠后面 apps.ntpc.edu.tw 那密码这边也要做输入 输入完成之后我们点选 蓝绿色的登录按钮 那记得网络要连线的状态 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连线的状态 那登录按钮点选 大概3到5秒之后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测验与作业的app画面 测验与作业的app画面 那我们今天首先先介绍的是 如何利用平板来完成线上的测验 我们点选左下角的课堂测验 进来之后请您先选择你的课程 那我这边我有三个官方的这个活动课程 我以这个做示范 那我们先点选的是 月月欲试乘语故事2 第一个找到课程 点选进来 进来之后呢 它的课程安排会跟你在 我们的这个网页上面看到的顺序一样 那我们点选你想要学习的内容 比如说我选的是第15篇的梦母3000 点击它 进来之后呢 它会按照老师 课程安排的顺序去做一个排列 那我们找到测验 小事伸手 点击它 进来之后会看到 那我们有一个测验的名称 再继续点击它 在右下角这边我们可以点选开始测验 直接就开始进行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网路环境上下载试卷 然后离线的时候写 然后记得有网路连线的时候再重新上传 就可以绞交 那我们直接点选开始测验 点选进来之后 系统会做一个试卷下载的动作 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 右边这边有上下箭头 可以去切换上下题 那我们看完题目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下方正确的答案 请问这个的读音为什么呢 好 我这边选择答案3 点选之后 它变成橘色的灯号 然后点选送出 系统会自动跳到第二题 好 请问下列合者与孟母3000的读音相同 那我这边呢 假设我选择答案是2 假设我选择答案是2 请你记得一样点选送出 好 那系统一样会跳到第三题 但我们可以利用右手边这边呢 去做上下键的这一个四题的切换 好它可以回到第二题 好 再点选一次上又回到第一题 好 那你呢也可以利用上方我们这里有一个绿色小小的按钮 它叫做答题卡的按钮 可以把它打开来 看看目前已经作答的状况 第一题跟第二题我已经有作答了哦 还剩下345还没有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点选空白的地方就可以把答题卡缩起来 空白的地方可以把答题卡缩起来 那我们这边依序把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送出试卷吧 好 我这边第三题我先选2 我就随机选哦 随机选2 送出 好 再来第四题呢 我选择4 送出 好 再来最后第五题 为什么孟子一直不能专心去学习呢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选择的答案是3 一样 送出 好 最后因为你做到第五题了 系统会提示你要不要缴交试卷 那我们这边确定都没有问题 我就点选缴交 好 那它马上呢 会有分数 好 以及排名 那我们想要回去查看你本来作答的结果 可以点选左边这有一个长条图 好 长条图点选进来 我们可以呢 看到有一个试卷的图案 有一个眼睛在这边做检视 点选它中间的这一个 好 就会打开你本来的试卷咯 我们可以看到呢 红色的地方是错题 我刚刚做错答案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点选右上角绿色答案卡 可以看到错题 好 那这边同样的我们也有解析 你可以点击打开来 去做观看说 诶刚刚这一题为什么做错 那我们有理解小帮手 我们有理解小帮手 来帮助你来更了解说 这一题错的地方是在哪边 好 那这个就是在学习吧 使用测验券的功能 那提供你做参考 欢迎你呢 学习愉快